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Hello 我是Felix 我們今天來開箱 淘寶的開箱 淘寶開箱又關我一次 因為這次買了很多很毒的東西 我這一套是Diva的棒球衣 然後後面有 I play to win 然後這條裙子也是Diva的 有一小小的Diva 然後這條裙子也用白色的刺繡寫著 I play to win 不過看得不太清楚就有它 裝乾沒辦法 好漂亮啊這套 我之前直播的時候 都穿著這套 然後有很多人問我在哪裡買 就是淘寶啦 淘寶也有這麼漂亮 真的很少可是不是 真的不錯啊 我裙子和衣服都是賣Azma 不過其實我建議 跟我身形差不多的 買Azma會比較好 因為真的有點短 有點緊吧 有點短 對 緊 裡面穿不到口衣 然後就是這頂Diva的帽子 這頂Diva的帽子我跟潮媽一天買了一頂 燈 燈 放光了 哈哈哈 我上面真的有點太光了 不要緊 不重要 拿下來給人看 對 就是這樣的 小細節都可以 不過它不是粉紅色 是蝦肉色 這件真的有點奇怪 蝦肉色? 對 還有它後面是用這個扣去拔 然後把東西放進去 這樣就不是普遍我們建開的那些 拍下去那些 對 這隻好像真的棒球模 才會這樣 對 我就覺得這件挺好的 還有很多 下一個就是這個很可愛 下一個就是這個很可愛的死神公仔 它是一個Q版的死神 這個面具就跟它平時一樣 然後它有一個很難不看 然後就拿著Dive 摸上去覺得怎樣 摸上去也是滑滑滑的 第一件就是這個 這個 不說你不會覺得它熟 這裡 這隻很可愛的死神 呆呆呆在那裡 然後這樣拔下來看 就會看到它在囂張 它看到這件是因為這件事才會很喜歡 因為它藏了一隻死神 對 真的很可愛 它的質料也不是很薄的那種衣服 是補到暖的衣服 而且穿上身的款式也很漂亮 但是男女也可以買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Q版的死神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假過失物 登登 這樣的 穿完之後 那個死神應該會在膝蓋上面 我猜不到它是這麼厚的那一件 這個應該沒那麼容易壞 而且它的死神 我真的有點失望 我猜不到原來它是 好像T恤印上去那一件 會脫掉嗎 我怕它會脫掉 好像刮刀式會脫掉 對 它好像很容易脫掉 所以我其實也很害怕 我們就去到我們最愛的賭田兄弟 是T恤來的 可以 只肯伴撞 然後它在這裡印著伴撞 我愛的 這個系列真的好搞笑啊 很好笑啊 但是最棒的也不是這一件 最棒的這一件就是 可能已經有人在我的instagram看過穿 可以 只肯隨緣 真的 它加上那張學友的樣子真的很棒 那一件是L size 它 這一件是我 S size 登登 好耶 只肯隨緣 還有呢 我想說這件衣服 20元人仔 但是它真的很舒服 它摸上去是完全不像20元 而且它不是印花來的 它不是這樣印 所以不會脫掉那種 我不知道它不會脫色 但它至少不會一塊一塊脫掉 至少不是剛剛那一塊 不是一塊一塊脫掉 而且它的彈性呢 其實真的不錯 它真的有個彈性在這裡 不錯 很舒服的 真的很舒服的摸上 然後我跟Felix買了一件關於伴奏的外套 其實說是外套也有點不太適合 我這一件是仿宇漬來的 仿宇漬 OK 就是跟它本身穿著的那件差不多 有人真的拿這一件來cosplay 可以試試穿上身給大家看 這照伴奏的穿法其實是應該 穿一半 沒錯 很有型啊 其實真的挺漂亮 就是看它的樣子 我穿得很壞啊 伴奏是不是打蝴蝶結的 我也不太記得 忘記了 我應該買一把弓給你 有的 我真的很想cosplay伴奏的 其實 我很喜歡伴奏的 但我玩伴奏真的很垃圾 好啦 下一件 就到我那件伴奏了 我想說其實它這件衣服 原本應該要買大馬的 不過呢 我自己眼殘啊 買了emma也不知道 所以最終送了emma過來 會不會窄啊 真的有點緊 它這個我看的那個size圖 emma是 像女孩子的emma size 多一點 所以其實它應該穿L或者XL 會很好 比我來說是真的有點緊 但是哇 那些紋都不錯 好像會脫掉 這些 小心一點 洗的時候 你要給大家看這件衣服後面 給大家看我的強壯的左手 大家都知道你單身多年 不要這樣 夾夾 看看後面 然後其實它這裡呢 你蹲下一點點 它這裡就寫著 Yougawakadekirokura 然後有一條雙龍在吃自己的尾 挺漂亮的 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不過你看到相對有點貴 那個袋也挺舒服的 我好看那個袋也挺舒服的 我很喜歡插袋 我覺得穿直播的話是一流的 意思是 不知道我這樣穿直播 大家會不會喜歡呢 最後就是這件了 這件T恤 就是 它說想要的 因為穿著明燈套 我就很想要燈套 其實這件 它的衣服就是普通印花 又是小心一點 它會掉出來的 嗯 我覺得摸上它的質料 跟普通夏天的T恤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那OK啦 沒有特別舒服 但它的質料是不及這個舒服的 那個真的 那個真的 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 而且CP值超高 又好笑啊 它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下面的連結 自己看看 有沒有適合自己的照片 去買 我就會把所有 我今次有show出來的 放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你們自己喜歡就去買 尤其是見Diva 我說很多人問 那好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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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曾經有小笨蛋 問過關於集運的事 那我平時用的集運 就是正點集運 那影片資訊呢 我都會放回這間公司的官網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可以自己去看看啦 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加多關於集運的東西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看看情況 再決定要不要再拍片說的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按個Like 鬼扣訂閱啊 還有打開訂閱旁邊的鈴鐺 那我出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們的 到我6萬訂閱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很多Giveaway的啦 還有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日常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小笨蛋